英国人在二战时发明了一枚奇怪的炸弹 美国人看到觉得不错就拿回去 想把它变成自己的 结果玩大了 这枚炸弹叫做跳弹 由英国工程师班斯沃利斯发明 旨在对付德国的大坝 你想大坝拦起了大量的水 如果将它破坏 不仅能够制造洪水来扰乱对方的阵脚 还能使对方缺水断电 连战争工厂都得停工歇业了 所以英国人一早就从战略和科学上研究过 而德国人也早就想到 你肯定是在打我水坝的坏主意了 于是关键就来到了 会用什么方式来炸水坝呢 首先水坝很结实 这个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必须是一枚大炸弹 而且还得从水下的一定深度 贴着大坝爆炸才行 那就完全排除了高空轰炸 因为那个时候谁都扔不了那么准 也几乎排除了低空突袭 因为神风干尸堆 那是日本人才干得出来的 那就只剩下从水里面发射的鱼雷了 这个好办 德国人于是就在自己大坝前的水里面 统统支起了防鱼雷网 现在妥了吧 但是他们忽略了一条 英国人爱打水漂嘛 工程师班斯受到启发 觉得如果我的炸弹也能够打水漂的话 那么只要让他一路沿着河道 打着水漂从水面上跳着过去 等到了水坝门口再沉下去 炸开不就好了吗 于是他就利用所谓的马格鲁斯效应 设计出了在投出去前 用快速后旋来抵消掉一部分的重力 以便在倾诉水面后跳起来 一直蹦个不停的跳带了 当然他的投掷要求也不低 必须要算好速度 算好距离 算好高度 尤其是高度 几乎就是贴着水面投出去的 第一次战力 1943年5月针对德国卢尔河谷水坝的袭击 代号惩戒行动 以40%的战损勉强算是获得了成功 也的确是给德国人制造了恐慌 所以美国人才看上它了吗 结果呢 当他们想要挑战新低的时候 是新的低空投资记录 离水面只有不到三米 头像的跳弹立马就弹了起来 搭载了还没来得及飞走的 A26入侵者轰炸机的尾巴上 直接就把整个飞机的屁股给撕裂了 之后机身重重的摘进了水里面 导致4名机组成员全部上阵 于是美国人就再也不碰这个玩意儿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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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